看这尺寸啊 一般人绝对想不到里面有中华年历这种超复杂的机芯吧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刘行力 都说让世界看中国时间 人家看不看 人家拿什么看 这是问题的实质 就因为这个 宝珀中华年历应该算是现代制表的里程碑作品 宝珀中华历红金蓝盘管 红金的表壳 蓝色法郎的表盘 字钉呢 都是宝珀标志性的收腰罗马地体字钉 前边我们讲了这么多了 大家一定想看看这份表上手的效果 下面我们就试带一下 记得一键三连啊 留言互动 感谢大家的关注 看这尺寸啊 一般人绝对想不到里面有中华年历这种超复杂的机芯吧 厚度控制的也完美 带手人很古典很优雅 不过说实话 万年历中华历其实都有难点 万年历机芯如果要做的每400年要润 其日历系统自转一圈就要400年 农历机芯如果解决润月的问题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那么农历哪一年会出现润月是有规律的 19年七润 每19年一个周期可以摸清规律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 中华历机芯应该也可以做到啊 宝珀中华历能显示润月 但因为这个在历法上是人为干预的 没有规律 既然是人为的 目前在万表上也只能跟官方保持一致 本来古代的正史多用于干之计年干之计日 基本上没听说过干之计月的 所以就没有必要较真了 那就手动调呗 中华历这个农历润月它的调整是在表背上 九点位后边这个按钮是可以调制这个农历月的啊 不是有人说手动上旋是赋予万表生命吗 那么亲自动手设定中华历的润月 也是一种体验中华纪年的智慧 不但告诉你一年中哪几个月是润月 还教你亲自调整到位 一日期的变更时间 东西方是不同的 中华年龄表的12点位小表盘显示的是时辰 东西方时间的最大差别 并不是12个时辰与24小时的比对 而是日期变更点的不同 国际标准时间 日期变更点是晚上12点 到了晚上12点就到了第二天 而按照中国12时辰的时间方式来显示的话 子时是第一个时辰 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一点 中国的这个划分也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子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具体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直接脑补一下 第二每个月的天数 这个九点位的小表盘显示每月的日期 中国是按照阴历的方式 也就是按照月亮围绕地球转动一圈为一个月 时间为29天半 所以农历月中的大月有30天 小月有29天 这种显示总是可以跟观察到的月项一致 而农历12个月是不到一年的 相差11天多一点 所以使用润液的方式来补充 19年七润 小表盘这个红点就表示润月 三 三点位是最独特的 它显示的是天干信息 可以即时了解此时此刻的八字 农历把一个太阳年分成24个节气 便于农市 纪年用天干地支搭配 六周年周而复始 这种方法相传创始于夏代 所以又称夏立 而这个古老的夏立能够破机械钟表百年滋润的局 四十二点位小窗口显示生肖 每当农历初一到来 生肖窗口跳到下一个生肖 中华年历表 这款如此复杂的腕表还是自动上显的 那么摆脱是应该跟以前一样 刻生肖浮雕呢 还是应该刻阴阳太极好呢 今年的中华历 它用了阴阳太极 刚好可以作为本期的总结 中华历既依据地球回归年 所用时间又依据月亮变化而定 而且以身边的气象和物后条件 农事活动为参照 使用性强 而且四季分明 所以是最能反映中华文明的精髓 也就是天人合一 阴阳转换的哲学了 它拓宽了我们的使用和流通场景 我们对传统文化 应该从自身的内在的价值来看待 而不是从外在的功利的角度来看待 人生的意义 价值理想 社会交往 这些需求的满足 仍然需要我们的传统 也就是文化的内在价值 对传统的关注 已经从促进现代化 转向民族复兴 民族文化发展这个主题 转向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边说了 如果我想显示本命年 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生肖盘上 把自己的生肖标红嘛 本命年的时候 你的生肖就是红色的 这样就不必非要在摆坨上 雕刻生肖 而保留更有意义的阴阳太极浮雕了 宝珀的中华丽就先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